同性相残 又怎能撑得上胜利 如今四海鼎沸 尽是骨肉血溅天下 海内纷争之际 唯有一人得以胜出 晋朝另立新主 国座得以延续 但代价十分惨痛 虽天命有常 但世事无常 究竟能延续多久 亦是无人可知 OK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阿姆西 那么我们今天就继续来给大家做我们的三国全面战争 八王之乱的司马八皮 司马亮 那么一上来大家就会发现我们的战役已经是胜利了 那么这回合的话是第59回合 还没有到60回合我们战役就获胜了 可以说进度非常非常快了 不过还是比我们之前那个超男的董卓茂的党进度慢一些 不过这个也已经非常非常快了 那么这里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记录 咱们从292年开始起兵 一直到302年 经历了十年征战 终获战役胜利 在一开始292年的时候呢 天下是这个局面 八王的话呢 差别不大 但是随着年份的推进 我们司马亮成为了天下第一的狗王 渐渐的收到了三条八王 而且呢 还灭掉了一王 那么目前和我们作战的也就仅剩三王了 一个司马炯 一个司马勇 还有一个司马轮 不过这个司马轮的话呢 负面也就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其他的王都在我们的麾下或者被我们灭掉了 实力增长 忠心忠王 达到这一等级已赢得战役胜利 你证明了自己是司马家族中的佼佼者 无愧于先祖司马懿之名 天下在你面前屈膝臣服 你已然取得胜利 但或许这还不够 若你能消灭其他七位藩王 则必将取得更大的荣耀 胜利目标完成 战役 天下万民已然无不称颂主公 主公获天命之锐 飞为强兵 亦顺应天道 今日四海已重归一统 天下太平可欺 其实距离天下大统 其实还差很多的 毕竟八王的话真正负面的只有一王 像这个司马尹 司马尾 司马爱 都是我们麾下小弟 但是我们还需要时间把他们吞并进来 对不对 而且在此之前的话 我们得先行灭掉司马轮 司马永和 司马九 顺便看一下我们的一个进展的过程 刚开始的时候是无名宗王291年 然后292年到达宗王 295年到达文明宗王 299年到达辅正宗王 302年到达中心宗王 那么这里有个事情要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我这个视频的话呢 真的比较曲折啊 要分为两个部分来给大家讲 一个是第71回合 一个是第77回合 为什么呢 71回合到之前的56回合这一段 是我在就是我直播之前啊 我去推了八个多小时啊 去给大家推完的 推完之后呢 然后从71回合开始直播开始打嘛 然后打到77回合结束 然后打完之后直播结束之后呢 我看了一下我录的视频没了 录的视频没了 所以说我需要整体补录 补录71回合开始的这部分呢 我会重点给大家说啊 我这七八个小时之内啊 推着这十五六回合 我做了一些什么事情 有什么需要给大家看的 就比方说待会要给大家和司马尾 然后和司马九的一战等等等等 然后呢等到77回合的时候 我们要重点补录 就是我们直播啊 经历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啊 版图扩张率有多大 所以说的话呢 我们这个会分两部分来给大家做 这个地方也没有办法 这个我觉得我这个电脑好像有点问题 这个经厂就是录制 你以为它录了 其实它没录上 然后呢你又要花很多的时间来进行补录啊 真的是非常蛋疼的一件事情啊 那么接下来啊 我们就开始我们的第一部分补录 那么现在呢是305年的夏季 第71回合 大家会发现这个时间又往后推了这个15个回合 16个回合 也就是三年多的时间 那么这三年多呢 我花了大概两天八个小时来给大家推这个进度 毕竟到了游戏中后期啊 有很多战斗的话呢 都比较的费时间啊 看起来的话也不会特别的精彩 那么推到这一回合啊 我们终于找到了一张比较有意思的战斗啊 不过呢先不急 先来看一下这个天下大事 大家首先就会发现地图上出现了很多这样的我们的AI的攻击目标 对不对啊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主攻方向啊 就是河北 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势力版图一下扩张了很多 对不对 那么最明显的就是进朝控制的这个长安地区已经被我们彻底拿下了 这个地方呢 我本来是想让这个司马尹来打的 这个司马尹的部队其实挺多的 你看这里边陆基 对不对 然后这个地方 辅景 对吧 两只满边 应该还有一只在这边 看到没有 司马尹本人啊 他有三只满边 但是我在这三年中啊 我一直让这个司马尹来打这个长安的进朝 但他一直都不来 他停留在这个位置 还有这个位置的两只满边 整整两年多的时间 大概是十个回合吧 两年多的时间一动不动 我不知道是因为bug还是怎么地了 他们就是不打你知道吧 他这边已经是显示发兵了 但他就是不攻击 我让他的目标 比方说这个汉中丝绸 比方说这个长安玉矿啊 那么我就没有办法让我的戴上去一句中啊 西境把长安给夺下来了 那么除了长安之外呢 山东地区啊 我们已经拿下了大半了 不过的话呢 由于我们司马亮的机制问题啊 哪怕我把这个统治权已经升到了至高无上 我们也是有领地范围这个限制的 最多也就是那么32个地区 超过地区限制的话呢 还是要有很大的一个负面效果 比方说我们现在超了一个 就加20%的腐败 如果你超到四个 六个呢就是40% 60%的腐败 而且减公共秩序 减5减10减15 所以说就算你能打下很多疆域啊 你还是要把这疆域不停的给他送出去的 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蛋疼的地方 所以说的话呢 司马亮最好还是玩这个外交流啊 如果说你是与世皆敌的话 你都不知道把城市卖给谁 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那么除了这边的话呢 我们再看一下南部啊 这里有个白金啊 这个白金的话呢 我们游戏一开始就在这个位置 我一直想把它附庸过来 但是他一直都不愿意啊 直到他受了进潮 还是司马谁来着 这个蛊惑啊 来打了我们屁股啊 那么这个位置呢没有关系的 我已经让我们的一个小弟 去把它包围了啊 就是山芋 给他好好的喂点山芋吃 那么除了他之外呢 包括这个南边这一块 看到没有 这边全部都让我的小弟去打了 因为南方这里的敌人呢 都不是很强啊 唯一一个比较强 在鄱阳这一块的这个敌人呢 已经是被我灭掉了 我也夺下了这个鄱阳的这个驻兵坊啊 然后周围这边的城市的话呢 我都已经送出去了 像这边看到没有 这边山东这一块啊 这里的城市也都是被我送出去的 这都是我打下来的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负担那么多的城市啊 这地方什么鄱阳啊 这种什么驻兵坊我留下来的 那么铜矿啊 包括这边的一个鱼港啊 我们都可以把它送出去啊 比方说这边我们找到这个司马爱啊 因为我们要赢得最终胜利的话呢 司马爱我们是要直接把它合进来的啊 那么合进来的话 这些土地的话呢 我们到时候肯定是还要再送出去的 所以说的话呢 你把这个地先给他的话 后面还可以再卖第二次这个地 所以说的话是比较划算的 不过呢 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所谓 毕竟那个时候游戏要结束了 对不对 那么这边啊 咱们拿上一件营装 钱的话就不要了啊 大大方方送给他就好了 那这个城市出去之后的话呢 咱们这个红的就没有了啊 这个简易呢 也就没有了 这个是我们后面很长一段时间之间 都要做的事情啊 我把它称之为分封制 因为你边打地盘 然后呢 你边送土地啊 基本上相当于这个分封了嘛 对不对 不过的话呢 真正的分封的话 那肯定是打下整个天下之后 然后再开始分 对吧 而我们这个的话呢 应该就算作是进行时的分封制 边打边分封 对不对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给大家来看一场战斗啊 也就是在这个位置 这位置 其实我已经打完了嘛 给大家看一下录像 我觉得还是有点意思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边啊 我是司马耀嘛 一直满边 把这里面的一个司马囧的部队给包围了 因为大家这个地方也看到了 我已经和这个司马囧开战了 而这个司马伦的话呢 也是司马囧的这个附庸 河北是一个全面战争的一个态势 那么这一战的话呢 就是我的司马耀啊 把这司马囧摁在里面了 我们来看一下司马囧是如何被我们斩于马下的 那么这里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这边3151人打对方的话呢 是4400多人吧 那我们这里呢 首先来看一下 许久没有出场的汝南王司马亮啊 首先来看一下 已经是了 如果眼神可以杀人 对方应该已经死了10万8千回了 这眼睛中都带着血光 你们知道吗 不知道的 还有我们司马亮是个吸血鬼呢 那么他也是很长时间没有出场了啊 这次出场的话呢 直接是拿着这把金武器 也就是我们的天命之急啊 但这把武器的话呢 其实说是说金武器 其实伤害也不算特别高了 和我们三国的这些真正的神兵利器呢 是无法相提并论的啊 不过呢 在八王之乱里也算是不错了啊 两个都是2500左右的一个数据 但他打起来的话呢 还有一个刚刃啊 如果说打得够久的话呢 我们的输出能达到双5000啊 在八王之乱里绝对是巅峰一般的存在 对不对 所以说待会的话呢 我们会想办法让这个司马亮去单挑啊 不过呢 对面的司马炯并不愿意单挑啊 我想方设法他们都不愿意啊 也没有办法 不过呢 对方毕竟还有其他两个将军啊 我们可以把他们一个一个的挑落马下 再去围杀司马炯 当年我们在冰种盖栏的时候 看司马炯啊 还是一副意气风发的少年模样啊 而现在啊 多年过去了 是不是 司马炯已经变得非常的猙獰了啊 而他旁边的这两位大哥呢 就是我们待会要单挑的目标啊 而这一位呢 是他的这个好友啊 他死了之后的话呢 司马炯会加40%的一个武器威力啊 相当于是给他增强一下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骑王司马炯这边最强大的部队啊 七国弩兵 那个七国毛兵的话呢 其实没什么好说的 我们弩兵随随便便就射爆了 对不对 也不会去跟他进战的 而这个七国弩兵的话 这个东西我跟大家说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强 这个输出的话呢 没什么好说的啊 其实的话呢 和我们这个重装弩兵好像也差不多啊 但是他的士气真的非常非常的高 大家看一下 75点啊 75点 在我七八个小时推进度的过程中啊 我也是和骑王司马炯的话呢 是打过的 那么他的七国弩兵 给我留下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 什么呢 就是硬 就是不愧啊 因为他士气非常高嘛 他当时是打了我一个同框吧 好像是 然后我有五队那个 成王军的骑兵 五队成王军的骑兵 我去偷袭他的两队七国弩兵 你们知道发生了什么吗 怎么打他都不愧 你们知道吗 骑兵一次拉扯冲锋的话 也就冲死这个七国弩兵 十几个人 二十几个人啊 然后冲两次的话呢 体力就不行了 那冲前效果就更差了 你们知道吗 毕竟五十三年的甲和七八十的一个士气 真的是非常非常硬啊 不过呢 在这一战中的话呢 他们这个优势不会发挥出来 毕竟我们会用弩兵啊 直接远程把他点死 那么咱们这里呢 就正式开始了啊 我们这场的战略战略的话呢 还是比较简单的 正面的话呢 直接就是龟甲阵的步兵啊 顶上去吸引注意力 然后的话呢 后排的这些弓箭手 投尸机啊 来慢慢的碾杀敌人 那么首先要做的事情呢 肯定是要把这六个箭塔给他毁掉啊 那么咱们这边的话呢 砸的也是比较准的啊 那么一两轮 也就把这几个箭塔给他点燃了 点燃之后的话呢 左右两边两个孔啊 还有那么四个箭塔啊 给他一一毁掉即可 那么我们这边攻击手的话呢 就重点点杀像齐国弩兵 像齐国毛兵这样的部队 然后我们将军的话呢 去把这两个月异战略战略将军给他挑掉 我们部队这边的话呢 也已经用上了这个青龙军了啊 就放了两队啊 是我们的一个标配啊 主要是拿来反反齐的啊 如果说那个弩兵射完箭啊 对方还没有崩的话呢 青龙军还能过来 用远程这个火力啊 补一下伤害 那我们这边这边的话呢 龟甲阵已经是推过去了 啊推过去了 然后我们的将军的话呢 也即将出场 那我们这边就以司马亮的视角 来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是如何斩杀敌人的两个将军呢 将军越马正前 然后身后的话呢 跟着大批大批的军队啊 这种感觉说实话非常有气势 对不对 大丈夫当如是一 那么咱们这里啊 基本上司马亮啊 和我们另外一个将军的话 就准备上去和敌将军单挑了 那么除了司马兄本人之外呢 其他两个将军的话 其实都是比较弱的啊 因为毕竟一个土匠 一个火匠嘛 都不是那种单挑的这些人才啊 像我们司马亮 200的木头 我跟他说 200的木啊 为什么要说木头 7.2万的血量 这就是200木影响下的一个木匠的血量 真的是非常血量肉 当场将敌人将军从马上撸下 然后开始单挑 杀个土匠还是轻轻松松的 我们的金匠的话呢 拿的是双铁戟啊 打一个火匠 这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容易的啊 我这场的话呢 其实反复了很多次啊 都想给大家看一场 这个司马亮和司马兄的单挑啊 但是除了第一场出了这个之后啊 就再也没有出过司马兄愿意单挑的情况啊 这也很正常啊 像我做攻略打的时候啊 一场战斗反复打的话呢 只有第一场会和后面的战斗不一样 从第二场开始了 后面所有战斗的话呢 基本上AI的选择都是一样的 如果说你这边的布阵不变的话 这也是全面战的一个机制 那么这边大家可以猜一下啊 这个土匠可以和我们的司马亮 站上几个回合 我觉得应该差不多了啊 别看我们司马亮好像被踢了两脚 其实看到没有 肚子上直接一挤捅死 非常帅气 然后这个位置应该也差不多了 我还以为你要完结了 结果被人家连踢两脚可还行 哎呦感觉我们这边落于 哦就这么一下死了 死得这么轻描淡血 前三回合的话感觉还是我们这边落尽下风 对不对 然后瞬间莫名其妙的他就 这个死相是否有些不够哑观呢 将军单挑完成之后啊 我们的右翼的弩兵啊 和青龙军的话呢 已经站到了城外的小山坡啊 开始往城内疯狂输出 那么输出的目标是谁呢 自然是我们之前看到过的弓箭手 和这个七国的弩兵了 像这个七国弩兵 如果你放任不管的话 他对你造成的杀伤是非常恐怖的 但是如果你用重装弩兵 重点点杀的话 你就会发现这个七国弩兵 其实死得非常非常快 非常非常脆弱 如同割麦子一般的倒下 快不快 死完了 真的就这么恐怖啊 加强了50%射速的弩兵 真的太吓人了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射速啊 这是一个八级的一个弩兵啊 他的射速 吓不吓人 就是一分钟就能把60剑射出去啊 当然弩兵其实并没有那么多支剑 所以说如果他满速射击的话 只需要大概30秒吧 可能20多秒吧 就把剑给放完了 但是输出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 然后的话呢 我们就要用投射机啊 尽可能的把敌人逼出来啊 如果他不逼出来的话呢 咱们还可以用将军勾引的战术 把他们逼出来 毕竟的话呢 我们投射机和固定手 如果想发挥一个比较好的作用的话呢 敌人的部队一定要足够密集才可以啊 如果是零零散散的话呢 这个效率就非常非常的低 那么咱们前面的这些部队的话呢 在前进的过程中是快轨轨震的啊 等到了敌人震前的话呢 是要开启这个作战效率更加高的这个圆震 这边的话呢 敌人的骑兵啊 直接冲了上来 但只上骑兵的话还是太少了吧 后面部队的话 敌人也是没有一股脑的上来啊 零零散散的 然后我们这边的话呢 把青龙军拉过来啊 因为青龙军反骑嘛 把他放在我们的圆震之中啊 阵型叠阵型 开一个反骑的阵型啊 不过其实好像也用不上了 因为对方的骑兵数量本身也不算太多 对方这个骑兵还是挺肉的啊 对方的骑兵连吃了我们好几下的 这个青龙军的大关招啊 才倒下了一个 对吧 死的其实真的不多啊 但是败逃了 然后后面的话呢 大家会发现就是很多的这个毛兵了 那么这一位呢 就是我们的骑国素卫啊 重装持级步兵啊 然后后面这个呢 是普通的这个持毛步兵啊 那么咱们这边弓箭手 先设一下这个普通的持毛步兵啊 因为我想把这个特色兵种给他稍微留一留啊 尽量还是给他一个和我们近战的机会 对吧 稍微打一会儿可以啊 当然不要给他打太久 不然的话自己可能会比较伤 那么咱们这支部队啊 四百两军之的话呢 是带着50%射速的 大家还记得吧 这是我们组成的那个装备的套装啊 所以说这个建设起来呢 就连绵必局 基本上是不会停的啊 那么还有我后面的一些部队啊 是用了这个黑龙军啊 这个黑龙军的话呢 基本上也是一个绵延不绝的一个箭语 而且的话呢 箭矢量都是50发以上 像我们这个弩箭的话呢 其实就算等级升得非常非常高啊 这个弩箭的话呢 大概也就是真射了一半嘛 大概也就是30发左右的一个弹药量 毕竟我们这个部队里没有天才啊 如果有天才的话呢 这个弹药量会很多 如果三个天才的话 会非常恐怖啊 我们这个到后面的话呢 会给大家组一个三天才的一个部队 给大家过过瘾 过过瘾 然后的话使用黑龙军 我们到时候看一下这个弹药量 到底会到达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啊 那么我们这边弩箭的话 稍微射一射 把敌人逼退之后呢 我们这边步兵往中间走 尽量往前面逼啊 一步一步的前进 步步为营嘛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是大概三对步兵嘛 加上一对青龙军 重装步兵的推进 当然了我们是不会把它冲上去直接A的 毕竟他的这个冲锋加成武器威力都非常非常低啊 咱们就往前推 然后的话呢 等敌人啊 想和我们打的时候啊 就我们就开阵型啊 如果不过来的话呢 咱们直接用将军冲上去勾引一下敌人 一般来说只要你的将军冲上去了啊 对方基本上都会派部队冲过来跟你刚啊 然后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边摆了一个三元阵啊 两个元阵还是三个元阵吧 加上一个这个青龙军的阵型啊 那么这位置呢 我们不是分开来摆的啊 是密集型阵型 那么这个时候呢 大家就会发现平常的元阵的都是两排 对不对 因为我们这边好几个元阵叠在一起 所以说你会发现 一排 两排 三排 四排啊 然后三排四排之间呢 还有插着很多的这个青龙军啊 这样一个阵型的这个防御能力呢 是非常强的 当然了像投射机爆炸弩箭爆射这种情况的话呢 尽量也不要遇到啊 不然的话你这样那么密的话呢 损失肯定会很大的 但是如果你只面对不齐和没有群攻的将军的话 这个阵型真的非常好用 因为你想一下 外圈的人如果受到一定损伤的话 他人数变少了就会往内圈缩对不对 然后内圈缩了之后的话呢 本来内圈的部队呢就会变成了外圈 对不对 这样的话你就会相对平均的损失部队的血量 而且开着阵型的话呢 有一个六七十七八十一个尽量闪避的话 在正面格挡敌人伤害的话 真的效果非常非常的好啊 不过千万小心不要被投尸击砸 这东西真的非常伤 非常伤啊 然后我们拉得远一点来看一下 正面这波挡住敌人啊 然后我们两队弩兵运动到敌人的侧翼啊 然后准备侧射啊 一开始呢不要站在侧翼 为什么呢 只要你这边放部队的话 他就会把部队放在这边防守 这样的话呢 你就没有办法很好的把敌人的部队聚在一起了 这是一个小窍门啊 如果说你真的是一开始就把部队 给他摆在两个门乃至三个门 那么敌人的话也会把部队摆在两个门三个门 这样的话呢 就不利于我们弩兵和投射击的重点打击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的两个将军看到没有 就开始重点斩杀敌人的司马九了 我们司马上这个时候已经浑身浴血了 一击 两击 他给了我们一刀 三击这边又一击 这应该是七击了 八击 九击 当场斩杀司马九 敌人兵败如山倒 这个司马九如果和我们司马亮 1v1马战单挑的话呢 我们还真不一定能赢啊 但是我们二打1的话呢 还是比较快的将他斩杀了 哪怕我们是站在敌人的几兵群里面啊 也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这一战的话呢 大概是损失了两百多个人吧 反正是不到10%的一个兵力损失啊 然后敌人的话呢 因为是守城战嘛 就是全面的一个效果 不过人家照样是给我一个绿路上风啊 我们也没有办法对吧 那么差一数我们来看一下 投射机啊 不到两百 两百 然后我们的重装弩兵 再看一下啊 四百五四百五六百多四百多 这杀力效率非常非常的高 我们这边骑兵的话呢 是完全没有使用的 步兵的话呢 基本上就上去一个挡伤害的效果 然后我们将军上一数的话 倒还可以 对吧 都是一百多一百多 那么拿下重補场之后呢 咱们就可以继续推这个司马种的城了啊 这司马种的话呢 其实真的就没几个城了啊 负面的话呢 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不过的话呢 千万要记住啊 我们的城市可控制上限已经到了啊 咱们这个送城 必须要送的给力一些了 在我们打下北海迅木场之后呢 我们山东这一块 就和易阳王司马威连通在一起了 那么连通在一起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我们可以把这些城市 全部给他送出去了 是全部给他送出去啊 比方说我们这边 给他先送一个北海虚木场出去啊 那么这家伙的话 我准备给他掏空啊 真的是掏空啊 你怎么才七百多块钱啊 不是你这个也太穷了吧 什么年代了 每会可以只有六百多 拿个四百啊 意思意思 毕竟后面还有很多很多城了啊 然后再把这个东来县城啊 这可是一座大城市哦 也给他送出去啊 这个几十万的人口啊 说送 说送我就给他送了 什么叫败家 我这个就叫败家啊 他这边的话也没什么装备啊 直接给了 他这边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这个钱了 对不对 但是其实不一定 看到没有 他还可以再给四百九十块钱啊 所以说你不要看他 这回合给不了你钱了 你就以为他真没钱了 其实你再跟他交易 他几率又有钱了啊 但是呢 这也不是一直有的啊 你只要问他要足够多的钱 他真的会被你掏空 看一下他有没有了 很荣幸再相见 继续送啊 这个圈改他送出去 咱们一个都不要啊 毕竟河北的话有那么多的地咱们要去抢 所以说的话呢 能给出去的地呢 我们尽量多给掉一点啊 看到没有 对方身无常物 切不可过分要求 就非常惨啊 非常惨 但这个地呢 我们还是要给 为什么呢 像这个什么渔岗啊 泡面一些农庄啊 什么的 你必须要给出去啊 不然他的粮食是负的 你知道吧 因为我的很多城啊 打下来 或者说我稍微建设了一下的城市 你看七级城啊 八级城啊 这种比较高等级的城市啊 这个这些AI拿到手上的话呢 他们有时候他不会去降级啊 能不会降级的话呢 就会出现这个 就是粮食爆炸的 一个情况啊 这个是在之前几个版本里面 一个非常好用的 一个邪道玩法 就是你把城市升的 景气很高 然后卖给AI 然后你再卖他粮 哎 再买他东西啊 这是一个非常邪道的玩法 现在的话 虽然被修复了一部分吧 但是 其实还是有部分作用的啊 那么咱们这边 把这边的土地 全部给他送出去 曾经的山东王七杀啊 费尽千辛万苦统一的地方啊 我们就这么拱手让人了啊 呵呵 但是实在是没有办法 然后这个位置啊 要给大家演示一个东西啊 其实这三年中 我好几次最想把它合掉 就是我们的司马尾伟哥啊 但是呢 一定要留到视频里 给大家展现出来啊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 大家看一下 我们已经是手艺堪性了啊 主要呢 就是帮我们的小弟打架啊 帮我们的小弟抵御外敌的 就可以长这个外交信誉啊 但这个东西呢 很多时候啊 就比较坑敌 就比方说你跟某个敌人啊 先给他和平了 或者先了互不侵犯 然后他打你小弟 然后的话 你说你是帮小弟的 还是不帮小弟的 如果你帮小弟 你会减15还是20点的外交点 然后呢 你帮小弟这个行为会加5点 所以算下来的话 你还是亏的对不对 但如果你不帮的话 你首先会扣10点的那个 外交信誉 就是你不帮小弟嘛 四回协约 然后呢 你还会小弟脱离啊 就得不偿失 所以说一般来说 我们还是会去帮小弟 所以说的话 我们的这个外交点的话呢 还是负的 还是负的 比较蛋疼啊 不过负的并不算太多吧 咱们这边司马尾的话呢 直接把它合帮合剑就可以了 吞并司马尾 因为已经是 跟他这个很长时间了嘛 所以吞的话也就扣个20点左右 20点啊 然后这边你吞他的话呢 手下小弟的话呢 会非常的不满意啊 会减50点的关系 而这个地方设计最奇怪的 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司马尾 他会给你减关系 你说我都要把你吞掉了 你的关系对我来说 很有意义吗 对不对 来减20啊 直接吞掉 那么那些小弟的这个关系的话呢 你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啊 把关系拉得高一点 不然你稍微吞几个 全部都红脸 红上个一两百就不太好了 比较危险了 这边呢 也给大家介绍一个方法吧 不过先 派系兼并 司马亮 司马尾 这两方派系 合而为一 合而为一啊 部署的将领和加速成员 都纳入了新派系 而其他人则另谋出路 司马亮 吞并服拥 司马尾 狂烈汉将 司马尾 看他笑得多开心啊 呵呵呵 他早就想加入我了 你知道吧 我从他的面目表情 我就能看得出来 是不是 你看这个 忠诚度 呵呵呵 高兴的不行 我跟你们讲啊 真的是高兴的不行 89点 装备呢 也还算不错啊 咱们这边呢 这个护甲 真的是非常多啊 你们看吧 金装 银装 铜装 数不胜数 武器的话 其实也挺多的 你看这边 光富裕的武器啊 银装就有七件 对吧 更加别说 我们给出去的了啊 下面两个的话呢 就相当来说少一些 对吧 这些都是给出去的 如果你要限留的话 其实并没有留几件 对吧 然后这个东西就有几多 就国语啊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有五本国语 你们知道吗 我的三大佬全部都是国语 还负语两本 啊 所以这腐败我们压的 还是不错的 那么这个司马尾 我们招进来的话 有一个非常大的意义啊 就是它是火匠 啊 为什么说这个火匠很稀有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 服属中啊 大家会发现 我们上面这一块 除了我们的 大量军余计中之外啊 就没有火匠了 对不对 然后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块 是不是除了司马尾也没有火匠了 真的 我怎么招也招不到火匠 火匠基本上全在这个敌对势力手上 啊 我砍了不知道多少火匠 就是不愿意加入我的 包括这个人才市场 大家再看一下 包括这个 包括这个人才市场 你们大家看一下 哎 一个火匠都没有 你看到没有 就很难招啊 就很难招 所以说的话呢 我们这个司马尾是一定要把它合进来的 更加别说这个司马尾 在这个霸王之乱里面 可以算得上是最强火匠了啊 像我们这个余计中六级的 你看这个火 才一百一十九 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司马尾刚刚没看啊 一百七十四啊 这才五级的 很多这个火的技能还没点的 对吧 都已经这么高了啊 所以说 你给他稍微凑吧凑吧 拉个二百的火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完全没有问题的 然后咱们这边 先干一些我们经常干的事情啊 也是各位非常期待我干的事情 对不对 别装 我知道你就去看这个 对不对 招错人了 招错人了 非常好啊 这个地方有一个 他的这个合剑的满边啊 咱们可以稍微利用一下 稍微利用一下 然后看还有没有啊 这还有一个 这个的话叫冯香香 这个人我们就不要了啊 他这边的话呢 有一些他的特有不对啊 就是这个储国毛兵啊 不过我并不是很想用毛兵 尤其是没有盾牌的啊 如果有盾牌的话 其实我还是挺喜欢的 这个部队的话咱们就用一下啊 配合我们这边北伐的部队啊 北伐的话 目前是这边大将军一记中一只啊 这边合进来的两只 这边咱们的天才木匠啊 三只 然后这个位置啊 然后这个位置啊 向强力啊 这个部队我们是要更换一下的 把向强力啊 给他直接召回 然后呢 咱们把这个 伟哥啊 给他拉出来 那么火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就是他可以招这个铁技啊 这边已经是铁技了啊 咱把这边的部队 全部给他换成铁技 其实咱们重装铁技呢 也快出了 不过呢 反正钱非常多嘛 所以说 挥挥一点呢 也无所谓啊 也无所谓 这边呢 你可以等动完之后 再招兵这样的回复会快一点啊 但是 就咱们这个回复速度啊 就算你不要这个集结速率呢 其实也无所谓啊 往上走一个就好了 看到没有 还有48点啊 两回合还是可以满的 没问题 让伟哥啊 成为这个部队领袖 哎 这就非常好了 他这个铁技的话呢 其实我非常想给大家展示一下的 但是的话 苦鱼只有那么 之前只有鱼技中一支部队嘛 所以说铁技的话 一直没有出场的机会啊 还有刚刚跟大家说的啊 如何加你小弟跟你的关系呢 就是比方说我们这边选一个小弟啊 雕袖玩啊 你找一个敌人 让他去跟他宣战 有的时候呢 他就会加关系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司马勇啊 会不会加关系 看到没有 他会加那么10点关系 这个属于加的非常非常少了啊 在我之前啊 我让我的所有的小弟呢 都宣战了一下禁帝国 你们知道加多少关系吗 加80多 就是这个地方加80 你们知道吗 啊 就关系加的非常多 等加完关系之后呢 你再去合帮某些势力啊 减个50 那个时候呢 就不算太亏了 如果说你不做这步操作的话 你后面小弟的关系 就会变得非常非常差啊 这样的话呢 就得不偿失了 这个加关系呢 我个人理解的话 就是他其实早就想揍某些人了 比方说他们早就对禁帝国不满了 但是呢 他们苦于没有这个理由 去打这个禁帝国 对不对 然后我让他去打了 他就有理由了 所以他就跟我的关系非常好 大概应该是这么个意思 然后我的儿子司马宗啊 这个地方的话呢 过来把这个司马伦给他灭一下啊 这个司马伦的话 和司马炯其实都要灭了 你看这个司马炯 也只有这两个城市 这个司马伦是这个司马伦的附庸啊 这两网的话呢 我们会直接把他灭掉 然后这里呢 司马伦一只晚变得 正好在我们脸上 还是强行军的啊 咱们这边的话呢 就直接回去把他灭掉 这个地方居然敌人埋伏失败了 你们知道吗 我当时在直播打的时候啊 就这一块啊 敌人是伏击成功了的啊 然后呢 我就打了一场这个被伏击的战斗啊 也是挺精彩的 不过我们这第一部分补路的话 对方没成功 而且的话呢 这次伏击不成功的话 你来几次他都是不成功的 所以说我没有办法还原那部分了 有点难受啊 就全战就是这样子的啊 只有第一次你去尝试的时候 是一个结果 然后呢 你去独挡再来一次的话呢 他就不会跟上一次一样 但是的话 你再独挡一次 他就会跟第一次独挡一样 后面就永远都是一样 我就没有办法还原那一场伏击战了 你说这东西麻不麻烦了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呢 咱们就只能掠了啊 只能掠了 期待后面打这个司马伦的时候 能不能把他直接抓住 哎 给大家当场斩杀司马伦 也算是一个不错的结果吧 看一下能不能啊 夜战也选人选剩 那咱们就直接不夜战啊 直接灭掉 看看能不能抓住这个司马伦 没抓住啊 僵硬 抓到一个孙秀 天才看到没有啊 天才 但是你不愿意加入我的天才 又有什么用呢 是不是 砍了 天才我都敢砍了 我可真是飘了 然后这个司马伦啊 这部队还没有灭啊 咱们直接把命灭干净 好 直接就不用夜战了啊 俩一起灭 看看司马伦 莫敢不从 还是没抓住司马伦啊 行行行 可以的 好 那下一来的话呢 司马伦现在一直满边也没有了啊 下部队的话 基本上司马伦也就覆灭了 305年秋收第72回合啊 来维哥 直扑司马伦的农装啊 这部队的话呢 我们还是灭不了司马伦的 因为司马伦有一支部队在外面飘啊 不过的话呢 基本上只要结束这一回合 下部队的话呢 他会直接送上来送死 就这部队啊 咱们这边 两支部队一起啊 将这个 上挡拿下 应该是不成问题 那么司马伦 这个势力的负面的话呢 就给大家演示不出来 因为我没有那部分的存档 你们知道吧 就有点弹腾了 好 但是这个司马伦 是可以给大家演示出来的 我等信念如一 看到司马伦和司马伦的话 其实都没有和我有决战性的这种战斗啊 因为的的确确这些人的部队都不是特别强啊 都不是特别强 这边北上啊 他去打这边太远 然后我们这部队的话去打安平 然后我们在维哥的话去打平安县城啊 都是没有问题的 305年秋季第73回合啊 大家看一下 我们的山芋啊 成功帮我打掉了这个白金的首都啊 等他后面的话呢 我们再让他去把这个打掉啊 然后再把这块地买回来 咱们将领的话呢 就重新统一了啊 当然随便起之部队就把他灭了也行啊 但是呢 我就喜欢看我小弟 然后这个听着我的命令到处征战的模样啊 但是这个司马伦就不怎么乖了啊 在这个直播的时候 他其实是直接送上来送死了啊 但他现在的话很不乖啊 你不乖的话呢 伟哥就要来怼你了 是不是 好 这样一来的话应该是灭了吧 司马伦 直接砍了啊 这都不死 好啊 再看一下 派系覆灭司马伦 那么差不多我们第一部分的补录呢 也就到司马伦覆灭这个位置 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疯狂北上啊 把这些什么勾弱呀 司马伦啊 疯狂暴打 然后的话呢 把这边司马伦灭掉的一个过程了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开始第二部分的补录啊 也就是直接到了第77回合 也就是我们直播打完的那个时候啊 从71到77回合啊 这7回合的话呢 我是直播打了3个小时啊 然后之前的15回合的话 我是打了8个小时 也就是说这期视频的话 大家看到的话 一共是就是光推就花了11个小时 还不算我的补录啊 所以说大家不要觉得全面战略跟着慢 那真的是花的时间太多 你们知道吗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啊 现在是77回合的话呢 这个天下已经是这个样子了 首先呢 就是河北啊 偏南边这一块的话 我们已经全部占领了 其实北边我也都占领了 但是呢 我都已经把城市送给了雕袖碗 雕袁绣啊 雕袁绣 它本来的话只有一座城的吧 只有这个城 然后我送这个中山县城 然后送渤海 送平安 送太原 我连太原都送出去了 还有燕门 全被我送出去了 怎么样 我是不是够白家的啊 但是还是那句话 不送不行 不送不行 整个山东这边的话呢 也都被我统一掉了 然后我都送出去了 但是为了防止某个势力 过于这个强大啊 所以说我还送给了 下面这个司马焰 那么这个地方 我送成的时候 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就是千万一定要 把他的粮食给他安排上 你要是粮食不安排上的话 他的粮食不够的话 他部队就疯狂的减 所以说我还给他送了很多粮啊 我真的是费心费力 那个司马炯的话 已经是被灭了 才给看了出来 对不对 然后呢 那只司马熊的部队 本来在这儿的啊 现在跑到了大概这个位置吧 想打我的陈骏 然后呢 我临时拉一只满边出来 这是随随便拉的嘛 因为我们钱实在太多了啊 这个大家可能看 2.2万其实并不多啊 其实我有多少只部队了呢 一只满边 两只满边 三只满边 四只满边 五只满边 这只后面也要成满边 六只满边 七只满边 还有这边 八只满边 这边好像还有一只吧 九只满边 咱们现在已经有了九只满边啊 为什么要那么多呢 主要就是为了让推进快一点 让推进快一点 然后这边啊 也是我新招的一只部队 也是一个新招的火将 从别人那边抢过来的 就是招抢过来的 这个这个这个维持飞有点意思啊 那么这只部队的话 也就是用上重装铁剂 为什么用上重装铁剂 就是因为我们的科技啊 真的非常非常快啊 这个研究速度还已经是偏慢了 我最快的时候 研究速度是 百分之三百九十几吧 好像啊 现在三百六十五 两回合一个科技 大家看到没有 然后后面的话呢 是三回合一个科技 那么这个科技速度 是怎么报上来的呢 主要就是靠那个孔庙啊 因为我的城市啊 你看 给大家全部的看一下吧 这个南阳啊 先从洛阳开始看吧 就是我们的首都啊 十级城市洛阳 人口三百七十四万 怎么样 然后我们一个个看啊 南阳八级城 襄阳八级城 江陵八级城 河东八级城 七合的话 我后面要送点 就是刚打下来的啊 还是要给别人的 上庸八级城 长安九级城是他们早的 就是这个地方 曾经被攻陷了嘛 然后这个进场给我升到九级 那既然他还给我升到九级的话 我们后面的话给他修好 直接升到十级算了 这样的话就是东都洛阳 西都长安 也算不错 然后扬州八级城 陈骏八级城 叶城八级城 汝南八级城 河内八级城 尹川八级城 这个燕门啊 这地方都是要送出去的 上档这个位置 我还没想要不要啊 如果我要的话呢 就八级城 就这么恐怖 你知道吧 也就是我所有的城市 全部都是八级 那么多的这个格子干嘛呢 比方说这个地方啊 你就直接 两个孔庙给他安排上 那么一个二级孔庙的话 这科技当然可以升到三级了 三级的话是30% 每点的科技的话 就是20%的研究速度 你看现在的话 我们就 你看到没有 又回到了 385%的研究速度了 所以说研究速度的话 其实非常非常好堆 这玩意呢 也非常便宜 对吧 尤其是在你钱多的时候 身建筑的话呢 非常非常的快 那么研究里面 军事线最下面这个呢 就是可以解锁 这个重装铁骑的 那么这个重装铁骑的话呢 是全方面的超越了 这个普通铁骑啊 可以给大家对比一下 你看这个是普通铁骑 对吧 然后这个是重装铁骑 大家看一下 看到没有 全方面的超越 移动速度是一样的 从这个士气 冲锋加乘 然后攻击速度 伤害 闪避 护甲 然后盾牌格挡上面 是全方面的超越 所以说的话呢 能出重装铁骑啊 还是要去出这个重装铁骑 不过的话呢 最好你是点出这个技能 就是火匠里的这个敏捷啊 当然其他戏也有敏捷 但是因为只有火匠 可以找铁骑嘛 所以说这个火匠的敏捷 才是至关重要的 可以加25%的一个移动速度啊 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 再配合旁边这个赤裂啊 全力击退 加冲锋加乘 这都非常非常管用 那么比方说啊 给大家看一下 我的大将军鱼骑中 都点出来了 看到没有 那么他挥下了这个骑兵啊 你看就是72的一个移动速度 看到没有 他这边的话呢是普通铁骑啊 咱们这边的话呢 给他全体换成重装铁骑 全部换掉 那么换掉之后的话 大家看一下 看到没有 重装铁骑啊 也是72的这么一个移动速度啊 现在才只有两级啊 就是目前这么一个数据了 如果说你给大家升到十级的话 这个重装铁骑的数据会非常非常恐怖啊 我会在最后一期啊 基本上这一期的话是倒数第二期 我会在最后一期的话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不过满级肯定是练不出来了啊 对不对 尽量给大家看一场 全重装骑兵的一个驰骑的战斗啊 其实呢 本来我已经打过一场了 就是这一场 长安这一仗啊 这边为什么部队是残的 就是被禁朝打了长安 然后我这次满边 从这个落完双岗临时拉出来 然后包围了长安城 然后他突围 然后我打了一场非常漂亮的这个铁骑战斗啊 但是那个视频没了啊 视频没了 然后我短时间之内的也找不出这么一场合身战斗啊 咱们就只能放到下一期了 放到下一期了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 还有直接给大家说的啊 我要给大家看这个三天才 三天才的一个部队啊 你看这个地方 沈夫人秀碗 他是一个土匠天才 对不对 他穿了金装之后 特别像一个大马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 然后我这边呢 还有一个木匠的天才 看到没有 这样的话呢 一土一木都有了 是不是 然后水匠的天才 在我们司马尾的部队里面 然后我们司马仪的这支部队里面 这个人叫司马仪是我儿子啊 是这个仪 看到没有 不知道是怎么想的啊 然后他的部队里面的一个金匠 也是一个天才 所以说的话呢 我们是属于什么 木金水土 各有一个天才 所以说凑合三天才的话呢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就是没有火匠天才 感觉好像火匠天才特别的稀有啊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啊 好像我玩了这么多党 一个火匠天才都没有遇到过 然后还有这个司马仪这个部队啊 才会发现他好像被聚光灯照亮了 发现没有啊 远处看起来的话 还是比较明显的啊 为什么呢 主要就是我给这个家伙啊 设定一个目标 让他去打他 比方说我给他更换个目标啊 我让他去打 去打这个司马仪的这个城啊 然后这光就不见了 看到没有 他就失去了光辉啊 他就没有站在聚光灯之下了啊 但是没有关系 我可以重新 好的 然后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天下大势啊 这是目前的一个势力版图 可我们开战的呢 基本上都被我们的友军挡在外面 这个司马赤也是我的啊 虽然他已经红了 那主要是因为我们之前合了司马尾啊 不过很快我们又要把这个司马银给合进来 还有司马爱合进来 毕竟的话呢 八个王大家看一下 司马炯 司马轮和司马尾都相当于是在我们这一期覆灭的 对不对 司马月的话呢 是我们之前负面的 所以说现在八王的话呢 就只剩下四个王 包括我们自己啊 然后司马尾和司马爱的话 又是我亏下小弟随时可以合进来 所以说我们的敌人就只剩下一个司马银了 由于有何邦的成分在里面啊 所以从态度上面来看的话 好像这个天下还花里胡哨了 对不对啊 但是如果我们切换到外交状态呢 看到没有 这个天下是不是就非常的明朗了 对不对 像这个勾弱嘛 他就要被灭了 司马银啊 也只剩下一点点不对了啊 然后这个地方 这一仗的话 我到时候准备直播去打一下 不过如果说没有什么太大意思的话 我估计还是会选择给大家跳过啊 毕竟铁技和这个三天才的话呢 还是要花掉我们不少时间的 而我们这期的时间的话呢 可能就不太够了啊 所以这一仗的话呢 肯定是放不进来了 那么除了他之外的话呢 就是进巢了 进巢的话呢 在这个西北这边啊 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城市的 看到没有 不过我于记中的话呢 应该是可以把他们推掉的 像这个司马尹 还是那句话 又过了好多年 他还是没有帮我打掉任何一个城 任何一座城市我跟大家说 真的是坑 真的是坑 然后南部这边的话呢 倒还好 我们这小弟的话 也算是尽心尽力啊 就在慢慢的这个南进 慢慢的蚕食敌人 我给他们设立了很多目标嘛 对吧 123456789 在下那支部队啊 一共有十个目标被我设出去了 哎 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啊 然后呢 还有这个粮食的问题 刚刚不是给大家看了很多的这个八级城吗 大家看一下 我们那么多城市 粮食消耗有370 大家看到没有 呵呵呵呵 370 我们的领地范围的话 大概是三十几个 然后的话呢 消耗粮食的均层的话 大概是十个左右吧 大概是十个啊 所以说的话呢 我们每个城的平均消耗的话呢 就是在37左右 啊 37左右 然后我们呢 现在粮食都还剩88 因为我们产了400多的粮食 毕竟我们那些八级城啊 能盖的东西就全部都是满级 看一下啊 刚刚可能光顾着看八级城了啊 看到没有 这些没有是满级的 是因为那个科技还没点到啊 因为我经济已经够高了 很多经济的东西我都没有点啊 但是能升级的 我全部都是满级了 然后呢 在这期的最后啊 咱们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统计数据啊 当时我们战役打完之后 这个统计数据忘记看了啊 看一下当前回合 77回合 一共经历了15年 最偏爱的人物啊 是司马亮啊 战斗拆射单挑 一共经历了45场 然后跟随我们时间最长的忠诚啊 是刘奇 跟了我们15年 然后我们的司马亮杀敌最多 杀了7165人 单挑也是我们司马亮最强啊 一共单挑胜了6次啊 应该也就 就单挑了6次啊 然后我们这边人物 行动总数 行动了113次 招募了33个人啊 我不知道 有多少人是被我招错了的 这个八光衣服踢出去了 对不对 估计有一大半 死于任上两个 这个我倒没有印象啊 我不记得我哪里死人了 你知道吧 然后派系一开啊 有127个 不可能有127个人啊 为公才招了113个呀 是不是 参与单挑一共是26场 打赢16场 诶 这怎么可能有输了10场那么多呀 我好像记得我只要单挑的 我都打赢了 因为我 就是单挑打不赢的话 我是不会去单挑的 对吧 我又不傻 获得最新物品191件啊 不过这里面 绝大部分的话 应该都被我前期外交出去了 对吧 送给禁帝国呀 送给司马爱呀 等等等等 目前会下的城镇啊 36座 占领城镇77座 失去城镇45座 他这个失去城镇的话 应该是包含了你送出去的城镇 我应该是没有丢过那么多城 你说丢了一大半 你觉得可能吗 对吧 目前控制的郡国 11个军国 也就是相当于是 11个这个省份啊 然后人口数啊 咱们全国目前是 3249万的一个人口数 创建军队21支 目前军队9支 太守晋升13个 太守判别0个啊 管理的还是可以的 完成任务39份 建造建筑363 改革研究了19个 爆发暴动两次啊 这爆发暴动的话 也就是在游戏最后啊 出现了几次 我们的公共秩序 还压得非常好的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 我懂得到 还有刘备那个党 就专门刷判军对吧 然后这个刷那个 特殊的点数啊 那个判军真的是 非常非常多 可惜我们当时没有看啊 处决人物为40啊 也是基本上 游戏中后期啊 就无所谓了啊 就随便砍了 拿点装备什么之类的 达成协议啊 80条 他人达成协议583条 几方拒绝了91条 非常的傲娇对吧 然后他人啊 其他全部派系的话 一共拒绝了1415条 几方一共才撕毁了 10个协议看到没有 高峰亮节是不是 一言九鼎司马亮 一般是不会给你撕毁条约的 是吧 其他派系总撕毁条约103 你看看 我们一个派系 才撕毁了十分之一的协议 我觉得还是挺不要脸的 你一家势力 撕毁了几十家势力的十分之一 好像叙叙味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多 对吧 同盟与联军啊 两个剩余同盟与联军一个 收发大富 收大富庸啊 一共收了12个小弟 合邦了一个四马尾 后面的话我们还要合邦掉 四马尹和四马爱啊 一共遭遇了43个派系 咱们灭了7个 然后把其中的12个派系给收进来了 目前交战8个 最多交战11国啊 宣战9家 贸易协定啊 最多的就是9个 交易各让城市28个 就是我送出去的城市 已经送出去28个城了 我现在手下一共也就大概 我目前麾下的城这也就36个 我送出去了28个 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 呵呵呵 我送出去了 或者说分封出去了 7%80的一个疆域了 你们知道吧 就那么恐怖 买了两个城啊 这主要是我们粮食不够的时候 买两个城过来这个暂时渡过一下难关啊 然后这个位置 重点来了啊 支付款项为0 我们外交是非常非常强硬的 接收款项37万 是不是 只有别人给我们钱 没有我给别人钱 总收入228万 骏国走收入87万 贸易总收入39万啊 其实大家看得出来 贸易收入啊 和我们城市收入的话 大概是一个三期开吧 差不多是这样子啊 然后洗劫和毁灭城市收入的话 是8.8啊 其实呢 我并没有洗劫和毁灭过啊 他这个应该是打完成之后的那个收入 也算在这个里面了 最高收入一回合是 7.2万 总支出的话呢 是225万 最高支出7.7万 招募部队一共是招了236只 失去了261只 你觉得可能吗 呵呵 他这边应该是算进去了 这个比方说我们这空城被别人打的 这个城防军他给算进去了 应该是这个意思 歼灭了别人1404的部队 就是歼灭了 7倍余击的敌人 7倍余击 那么西座这边的话呢 我也没怎么用啊 主要这边两次的话 就敌人来我这边偷了我一回东西 然后呢 有一回被我抓住了 就这么两回 咱们这边一共损失士兵数为12万 这个相当于是我们 这十几年来啊 一共是阵亡了12万的士兵 但是我们斩敌28万多 2.5倍左右啊 好像正好2.5倍 对吧 还是可以啊 单场最多损失是3360人 单场最高击达敌人是6487人 也是差不多两倍 单个人物最高击达数是730 我们懂得那个党 或者说我们马腾那个党吧 我们那个吕布啊 单场杀敌兽的话呢 应该是不说什么三四千四五千 应该是在六七千左右 最多意思好像是六千多吧 战斗总数啊 一共是136场 手动打了35场 其中有四场是史诗大捷啊 其实还有很多战斗吧 我都觉得可以上史诗大捷 但他都给我判60上风啊 我也没有办法对吧 自动战斗101啊 陆战31 攻城战35 资源就是小城啊 67场 海战啊 你们觉得我会去打海战吗 你好意思叫海战吗 你这海战直接跪到自动胜利去算了 对不对 还单独拉出来 是不是 战斗胜利总数啊 119 战败17 他这个17的话 应该都是城市 没有城防军被打掉的那种情况 我们手动打一场都没有数 我们这个党的话 从头到尾 顺风顺水 唯一一场危机就是那一次 禁帝国几只铁骑满边起脸 大家还记得吧 但是呢 还是被我强行给打赢了 那么除此之外的话 后面真的是一马平川 对吧 太平盛世 八王之志 都被我们挖出来了 然后战国啊 大家看一下 劫略占领城镇 0 摧毁城镇 0 喜劫城镇 0 占领城镇 77 这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我们司马利亚破城之后 秋毫午饭 轻摇伯父 实为天下明君 这样的人不称帝 什么样的人称帝 但就算是这样 我司马利亚都还没有称帝 这说明了什么 我们还是一个摄政王的存在 大家是不是爱死了 能力又强 长得又帅 又没有野心的汝南王司马利亚呢 只可惜我们司马利亚已经77了 还被老公 还被老婆偷空了身体 实在是爱不了各位啦 如果在你明亮的世界里面 我只是隐隐 如果在你轻柔的嘴角眉间 装满了风雨 原谅我实在没有这个勇气 对你说一句 我只想和你永远在一起 我只想和你永远在一起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